在爱的分段里头 有一种爱叫做幸福 每当到了情人节 就令人羡慕想拥有的 莫过一次 尤其当我看见 一对对甜蜜的情侣时 虽然习惯了长时间的一个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羡慕 在心里还是莫名的起的作用 幸福啊幸福 你到底在不在这城市里啊 人生有太多的转角 而每个转角都会有意外的惊喜 在等待出现 如果我的幸福是在这城市里 那昨天的异常意外 会不会这是我心里的羡慕 和转角的惊喜 所产生的光合作用 只是我万万也没想到的是 这惊喜 是你 怎么会是你 天肉是我店里的常客 几乎每天都会来店里喝咖啡 工作的时候 认真 聊天时 开朗 真心看书的时候 嗯 最好看 他最喜欢喝的是 摩卡 你平时都骑机车上班哦 对啊 要不然走路哦 一个女生骑机车 还蛮危险的 干嘛不开车 没车啊 人家就是喜欢被风吹嘛 一样 一样 来了那么久 都没察觉到 原来她专心拉花的样子 还蛮可爱的 谢谢 客气 喝咖啡吧 爱的分段 相遇 就是一切的开始 喂 喂 今晚下班后有空吗 你要约我 说啦 干嘛 是要约你的啦 我朋友今晚搞烧烤 下班后一起吧 你朋友 都是男生耶 其实是我兄弟想约同事 利用我 我 我是想约你的 反正你有同事一起去 你今晚就有办了吗 很烂耶你 再看吧 反正人家也不一定有兴趣 那我今晚来见你们啰 拜拜 喂 喂 喂 你好 你好 你朋友啊 哦 拜托 我们只是朋友啦 好 朋友 好 明白 好 明白 好 明白 你别走 喂 没有啦 你回来啦 喂 喂 吉红 你不是吧 香肠都快被你一个人吃完了耶 干嘛 你想吃哦 哈哈 哎 其实呢 今天我们来这边呢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宣布的 哦 最后 我们要结婚啦 那么快 你们才在一起三个月 感觉对了 就结婚啊 对啊 人生中总有许多的遗憾 我们要学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我不希望我的遗憾里有它 那到底几时找你们两个 我说过了 我们只是朋友 对啊 拜托 我可是当今最有魅力的男生耶 哎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们说 通常现在这种啊 到最后啊 一定是在一起的啦 哎 还有不要像场 还有很多耶 真的很好吃耶 哎 哭掉了 哈哈 妈 天哪 这里是 你这里会肥好吗 你这里会肥好吗 你会肥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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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爱做的感觉 真好 你会肥好吗 你会肥好吗 孤单的情人间 才发现原来遇到你 就活在我的身边 时间转了转了转着你我 我舞蹈我们彼此的视线 你所消失今天的咖啡 有乖乖的味道很特别 你今天摸卡味道怪怪的 真的假的 什么味道 就有一种 什么味道啦 幸福的味道 无聊 感情依赖 是爱的分段里头 最恶性的一种 和天佑相处的日子 虽然不长 但说真的 我发现 我好喜欢她 当恶性依赖 再得不到原来的定力时 原来心是那么的灰 到底她是不是 我的那一份幸福 如果是 为什么她一直都不告白 你是怎样 不是说来接我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今天不能来接你下班了 我刚刚在打理路口发生了错误 真的假的 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知道 听人觉 你可以 非常之所以 ��들 的 都 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是告白的意思吧 屁啦 告白 要女主角跑几十公里的 喂 才两条路口而已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是你机车死掉的意思 我机车死掉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还不错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被风吹的感觉 你不是吧 喂 我等你 耳朵 我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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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白 在爱的分段里头 最甜蜜的一刻 有些人 你不必着急 因为他可能一开始 就一步步朝向你 那叫做暗恋 有些事 你不必等待 因为在下一个转角 可能他 已经被安排发生 那叫做缘分 暗恋加上缘分 爱的光合作用 又再次产生 这个情人节 我谈恋爱咯 我们是要玩乐们 共众各位 新年快乐 家人新大人 一二二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